大家好,最近诺贝尔奖的各个奖项都已经名花有主了 这份荣誉基本象征着世界各个领域的最高成就 这个奖项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那么诺贝尔奖是怎么来的 其他所有奖项都在瑞典颁发 唯独和平奖设置在挪威 这又是怎么回事 咱们今儿就来聊聊这个 诺贝尔奖和奖金来自于发明家诺贝尔先生的遗嘱 他生前有300多项发明 其中最有名的是炸药 晚年他还把这个伯夫斯钢铁厂盘下来变成一个武器制造厂 今天的伯夫斯火炮仍然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品牌之一 诺贝尔更新了这么多的杀人机器 他自己认为是一件功德 因为呢武器杀伤力越大 人们发动战争就更谨慎 以后死的人就越少了 可是呢这个想法指他自己一厢情愿 人类的战争规模不但没有缩小 反而是更大了 每一场战争过后 各国社会都在惋惜死了那么多好小伙子 然后把不满情绪发泄在诺贝尔身上 说他为了自己的富贵 发明了这么多杀人机器 是大发死人才 在诺贝尔晚年经常会收到一些和平主义者的辱骂信件 但对于这些声音 诺贝尔不为所动 他认为总有一天 人们会看到他为和平所做的努力 然而呢 1888年的一天 诺贝尔在一份法国报纸上 吃惊的读到了一条关于自己的复告 标题是死亡伤人真的死了 死者呢 其实是他自己的亲大哥 记者呢 想要搞个大新闻 听风就是语 这才弄错了新闻主角 本来呢 这就是个小误会 报纸后来也澄清了 而诺贝尔自己呢 却非常的焦躁不安 他倒不是生气 报纸把他写死了 而在乎媒体 对他的称谓死亡伤人 满篇文章都在谴责他发明炸药 导致许多人死去非命 于是他开始担心 当他死去之后 自己以什么形象被后人记住 同时呢在19世纪末 欧洲大陆战云密布 诺贝尔深知自己的发明炸药 最终还会为研制武器 用到战场上 为了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初衷 不是为了发死人才 他决定呢 晚年抓紧时间 证明自己的清白 于是呢 在1895年年底立下遗嘱 自己的财产作为奖金 奖励给为科学做出贡献的人 并且特意强调设立和平奖 获奖者没有国籍限制 只要是做出贡献的人 都有资格得奖 按现在的价值观来看 诺贝尔实在是太伟大了 然而呢 在他的这个遗嘱公布之初 他在祖国瑞典 舆论是一片谴责之声 当时欧洲民族主义思想很有市场 瑞典虽然是中立国 但国内呢 也流行了一套大斯堪地纳维亚主义 要瑞典挪威芬兰三地 组成一个瑞典王国 或者是瑞典主导的共主邦联 诺贝尔是当时世界上 最知名的瑞典人 他没有把财产捐给国家 反而捐给世界简直太不爱国了 甚至还有一些极右翼媒体指责他说 瑞典和俄国是多年来的敌人 诺贝尔小时候在俄国念过书 他设置的物理学化学等奖项 正是俄国人擅长的领域 所以他以设奖为名 向俄国献媚为实 面对种种这个质疑 诺贝尔不为所动 立线遗嘱后也不再更改 静静地等待死亡降临 1896年诺贝尔去世 按照正常流程 诺贝尔基金会要马上成立 并且继承遗产 然后筹备颁奖事项 然而他生前是一位巨富 财产有3000万瑞典科郎 放在今天合2亿美元 所有人都对这笔款项眼馋 诺贝尔在遗嘱中 委托瑞典皇家科学院 来评定物理学和化学奖金 而该院院长福舍尔 却主张把诺贝尔的遗产 捐赠给瑞典皇家科学院 此外还拒绝参加研究评奖细则 为了拿到遗产 福舍尔特意找到律师去找漏洞 说诺贝尔基金会没有成立 无法集成遗产 好在经过诺贝尔遗嘱执行人的不懈努力 瑞典国王终于在1898年 宣布诺贝尔遗嘱生效 瑞典国会后来也通过成立 诺贝尔基金会章程 在1901年的12月10号 也就是诺贝尔45周年纪念日那一天 颁发了首次诺贝尔奖 所有的获奖的奖项 都是10月2号下午在瑞典颁发 瑞典民众没有办法去阻止颁奖 但是他们出于对诺贝尔世界精神的不满 在会场外边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 进行游行 给颁奖典礼添恶心 直到后来民族主义退朝 人们才发现这个奖项的伟大之处 为什么这个所有的奖都在瑞典发 只有和平奖在挪威发呢 其实他们也没改 因为诺贝尔和平奖一开始就是在挪威发 从19世纪初开始 挪威成为瑞典的领土 后来挪威人民要独立 于是瑞典国王给了挪威很大的自治权 让他们有自己的议会 政府 司法体系和瑞典组成共主邦联 19世纪末 两国虽然名义上还是一个国家 但是内部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比如说当时挪威拥有世界第三大运输船队 却处处受瑞典的节制 在这个远洋时 挪威船队必须悬挂瑞典国旗 一挂国旗就必须给瑞典交税 这就导致了挪威人民极大的不满 诺贝尔晚年看到两地的矛盾 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缓和矛盾 于是把最有象征意义的和平奖 放到挪威颁发 可惜他这个举动呢 也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两国矛盾还是在几年后暴露出来 1905年的1月 挪威的米切尔森联合政府 通过设立领事法案 这个法案遭到了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的反对 挪威人一看既然你反对 我就不跟你玩了 1905年的8月 经过挪威全民公投 挪威宣布独立 奥斯卡二世也意识到天下大势不可逆转 于是呢就放弃了挪威的王位 来自丹麦的哈康七室坐上了这把椅子 新兴的挪威继承了诺贝尔的遗产 于是有了和平奖的颁发权 独立后的挪威颁发的第一份 诺贝尔和平奖是给老罗斯福的 因为他调停日俄战争有功 老罗斯福到挪威去领奖 和国王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二战爆发之后 挪威沦陷 国王一家的还在小罗斯福的邀请下到美国去避难 前面呢提到诺贝尔去世都是遗产是3000万克朗 关于发放奖金的数额 诺贝尔要求不低于院校教授20年的工资 随着奖金越来越少 这些钱总有发完的那天 二战战后为了让诺贝尔奖能够继续发下去 全世界多个国家政府宣布 允许诺贝尔基金会在本国投资 并且减免一切税收 于是在冷战时期呢 诺贝尔基金会靠着做生意发了一笔横财 瑞典中央银行也承诺 每年都会给诺贝尔基金会赞助 这样一来诺贝尔基金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如果没有重大变故 永远都花不完 如果呢 听我节目的小伙伴谁有幸得了诺贝尔奖 还不知道奖金怎么花 我劝您呢 多买频道会员 多参加我的游学活动 俗话说的好 狗富贵物相望 好了 关于诺贝尔奖的历史 咱们其实呢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